大家好,我是小米,我今天要講的故事是請 天氣晴亮,貓頭鷹阿翔會在藍色天空上 突然,他看到猴子小吉氣象中的離開豪水,往獅子方向走去 貓頭鷹阿翔跟小吉說,小吉停,前面有獅子,別往那裡跑 小吉說,我不管,反正在其中討厭我,我要你再出走 貓頭鷹阿翔問猴子小吉說,怎麼了,為什麼這麼生氣 小吉,小吉說,結結結結了很多漂亮的東西,我才拿著他一個,他就罵我 貓頭鷹阿翔說,你這樣就要離家出走嗎 小吉說,媽媽,媽媽最偏心的,都幫弟弟抓毛,都幫我抓毛 我在旁邊叫他,他還假裝沒聽到,他還把我趕走 貓頭鷹阿翔問小吉說,小吉 貓頭鷹阿翔問小吉說,小吉 貓頭鷹說,還有呢,小吉說,還有很多很多啊 小吉說,每次都能在 Disney說,小吉,小吉說, mother 小吉說,再一次跳一跳ú,快點次再 Learn 小吉說,小吉愚子小吉去做小吉 貓頭鷹阿翔問小吉 小吉就她測試到 тру盈搗 你先別急著走,讓我來幫你想想辦法 我知道一個很有魔力的字 也許你說它,就可以改變你現在的情形 小吉說,是什麼字?快告訴我 冒頭音阿翔說,別急,我一定要告訴你 但是在你說這個字的時候,聲音要放慢 表情要看著,表情要溫柔,眼睛要看著對方 然後冒頭音阿翔就在小吉的耳邊出事 有請這個字,小吉 小吉說,什麼字?快告訴我 冒頭音阿翔就說,別急,我一定會繞住你 冒頭音阿翔就在小吉的耳邊出事 請這個字 冒頭音 小吉,猴子小吉決定要回家試試看 他找到姐姐,姐姐就把他的寶貝藏在他的後背 小吉一來,小吉就說,姐姐請你給我一樣東西好嗎?姐姐 姐姐,就很大方的把他的寶貝拿出來說 那你選一樣吧 小吉又去找媽媽,她找到媽媽她就說 媽,我也想要你幫我抓毛,請你幫幫我好嗎? 媽媽就笑著說 你這個寶貝什麼時候變得這麼有禮貌了? 過來吧,趴在我腿上 小吉抓完麻紋,她覺得很舒服 她覺得全身舒服 她又去找哥哥 她說,哥 我也想要玩多米嘗,請你 讓我加入,請你跟我玩多米嘗好嗎? 哥哥就跟他的朋友說,讓我弟弟玩多米嘗了吧 他現在不會再搗蛋了 猴子小吉跟大家玩多米嘗真是太有趣了 小吉終於明白,大家不是不喜歡他 是他也太沒禮貌了 他看著貓頭也要想說 謝謝你,請 這個真是太有魔力了 謝謝大家我的故事說完了